光是這個5月到6月 甚至接下來會繼續往下掉 那大家當然非常關注了 現在被媒體問到 這個大陸在台周邊有不斷有動作 甚至呢也加深了灰色地帶衝突 好 賴清德說不會屈服 一定會捍衛國家主權 那麼同時呢 他也強調說 希望維持這樣的一個自由民主 被媒體問到 最近在行政院提的覆議案 是否加深了仇野對立 那麼賴清德說 行政院提出覆議案 並不是為了讓立法院來對抗 是尋求另一個機會 能夠讓立法院重新來審視一下 法案的內容 好 他說這個方向是好的 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坐下來討論 那麼在這個部分 我們可以看到 馬上就要針對 在國會改革相關法案提出覆議案 那麼台灣民意基金會的民調 也公布了這個民調顯示 有將近6成59.6的 國人是支持立法院聽證會 不過藐視國會行為有42.5%反對 而對此呢我們來看到在這個 國人對於攸關國會改革相關修法的態度 贊成排行榜 好 首先就是在立法院的聽證會59.6 再來看到公務員藐視國會罪有57.5 以及接下來是人事同意權行使總統國情報告 還有在立法院調查權 還有藐視國會的行為 而對此前立委林卓水在臉書就發文了 他認為說對於這樣的一個民調 非常痛心不幸而言中 六項擴權改革是全數支持度高於反對的 韓明哥 這個其實有什麼好意外嗎 你看綠營 因為最近一些民調陸續出來 然後綠營跟三明治這些 就只敢講一個東西 就是你看你看 大部分的民眾都支持要複議 因為將近六成人都支持要複議 你們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其實有超過六成以上人 根本不知道這一次國會改革在改革什麼 就是真正了解到當中 對 所以 所以我跟你講 當你去問一個他根本就不知道的東西的時候 他以為說行政要提不議好事啊 反正 同意同意 對啊 都OK啊 但是你說國會要不要改革呢 大家也都說好啊 就是這麼簡單嘛 你就問這麼簡單 因為我老實講 所以你要全部講出來 你不可以只講對自己有利了 是 講一半 他們都是故意只講一半嘛 就是只看對自己有利 我必須說啦 其實你說真的 台灣現在大部分人都支持 國民黨跟民眾黨 提出國會改革的版本嗎 其實不見得 因為我剛剛已經講過了 其實多數人是根本不知道 這版本內容是什麼 那所以大家都在支持吳薩薩 所以本來照理來說 複議也是好事 複議讓大家如果真的能夠討論 像賴清德所講的 大家願意落實討論 那OK可以讓更多人去了解 方向是好的 是 OK的啊 甚至我一直覺得民眾黨 提出來的建議不錯 也就是我們來電視辯論嘛 對沈柏昂一直都說 黃國昌說謊 說傅昆吉怎麼樣 說國民黨提出來都很爛 那直接辯論 對你就上台辯論啊 把你的想要講的講出來 你不是一直說沒有討論沒有民主嗎 那現在就讓你討論啊 讓你把你的意見全部跟全國國民講啊 不要 他說三讀已經過了來不及了 背負啊 現在在談這個搞笑 不是吧在我看來真正搞笑的是你吧 是你根本不敢談吧 所以民進黨根本從頭到尾就沒想要談啊 任何有看他們在立法院直播的人都知道 民進黨什麼時候在跟你談 民進黨就是在跟你那邊做各種搗亂 那邊從開天PTT跟你開始講起 目的就是拖延時間而已 就是不想過 那所以現在進到這個過程 我跟你講這兩天開會 你以為民進黨會 終於願意坐下來好好討論了嗎 雖然吳四瑤說我們不會再舞鬥了 我們要好好討論 我跟你保證還是不會 他們現在期待的只有一個 就是外面那些青鳥 希望外面那些青鳥能夠造成院內的壓力 可是今天出思未解 因為今天中午人非常少 因為主辦單位犯了一個重大錯誤 你知道嗎 這麼熱的天你給人家準備粥 你有病啊 今天真的非常的熱 對啊 他準備了五千萬民主粥 應該動吃 是啊 這真的有毛病 我說真的 你送汪汪這個都比較好 動吃啊 動吃也行 而且我覺得更扯的就是什麼 你們明明知道今天會下雨 是 然後你們還在那邊就排那麼多張椅子 你就覺得大家都很閒沒事幹嗎 大家都知道今天青鳥包括有雷鎮宇 你雷鎮宇然後你又失蹤 你現在怎樣 大中午的在那邊熱 到了下午呢這個暴雨又下下來 你知道這很像什麼你知道 雍正王朝有沒有看過 黃河發大水大家難民在失蹤啊 你知道你做這幹嘛 你有病嗎 所以我就不知道這個活動主辦人 到底腦袋裝什麼 你幹這幹嘛 而且講實在話 真正攻防是在21號那一天嘛 那你在那一天再把人叫來就好啦 因為那天藍圈也要把人叫來嘛 那結果呢 結果他們連續三天 19 20 21 這一種天氣三十幾度的高溫 你叫大家天在大太陽下陪你賽 一路到晚上 你是在虐待人是不是 你是有SM傾向是不是 所以我真的覺得 賴清德可能以為他只要一出嘛 號召群眾就來了 就壓制住你藍白了 可是我覺得賴清德根本 從頭到尾搞不清楚狀況 我跟你講接下來 到最後還是一樣 我認為還是要大法官釋憲 大法官釋憲又是另外一個問題 是 陳俊 我覺得我特別要講一下 賴清德講這個中戰 首戰及中戰他認為投降主義 我覺得賴清德真的是 這個日本的這種奴化的思想 已經根深蒂固了 不是為什麼 我們學軍事都覺得說 當然要有中戰 任何打仗一開始 你有守戰 守戰 開戰要有開戰指導 中戰也要有中戰指導 你打贏也要中戰 你打輸也要中戰 對不對 你的思考方向是什麼 但是他為什麼會講 我那天看得很壓抑 為什麼我終於想通了 他為什麼說中戰是投降主義 你知道嗎 因為日本人講 他二次世界大戰他戰敗了 他投降了 他不願意承認他投降 他不願意承認他戰敗 他用一個中戰兩個字 那賴清德接受了這種想法 在他的腦海裡面 中戰這兩個字就代表投降 因為日本人投降說是中戰 所以我覺得賴清德講這句話 他是完全對軍事上的 這些用詞用語 或者是戰略構想 國家安全的一個構想 完全沒有概念 他純粹就是意志形態 那他的意志形態 就是日本人留給他的遺毒 那另外他講的敵有不分 我問你 賴清德你可以不跟我們講說 誰是敵誰是有 對不對 究竟誰是敵誰是有 在我認知裡面 你把美國人當朋友 那美國人有沒有把我們當朋友 對不對 美國人跟俄羅斯來講 你認為美國跟俄羅斯 烏克蘭跟烏克蘭 現在關係是有還是敵 對不對我覺得美國人 表面上面是把烏克蘭當朋友 事實上你對朋友你可以這樣嗎 你可以每天叫烏克蘭人去送死嗎 死到男女老少全部都快死光了 那這是你的朋友嗎 是朋友可以這樣對你嗎 對不對 那今天我們台灣要不要這種朋友 我們大家要去思考 對 是美國是我們朋友 還是我們的敵人 我們要去思考 反而對岸來講的話 是我們敵人還是朋友 對不對 現在各項會台措施或幹什麼 畢竟來講 習近平就講 我們是同一個中華民族 那我覺得賴信哲你今天民調 會一個月暴跌這麼多 不是沒有原因的 你就是到處鬥嘛 你跟對岸也在鬥 我就是堅持到底 我就是講新兩國論 你這個老公對我實施 這個我講完以後 520就職講完以後 523就開始對我圍台軍演 對不對 大家弄得大家心驚膽跳的 結果講完以後不夠 這個TAM雜誌訪問他說 他再講一遍 他還加碼 這TAM雜誌還幫他圓一下 這我記得那天 包括行政院也都特別在那邊解釋 賴信哲講的是兩岸 不是兩國 他說兩岸之間要和平相處 賴信哲你看講完以後 不對 我就是兩國 就是他們 黃埔孝心說 他再講一遍兩國 非常的堅持 我問你 你今天這種 這麼new 這麼固執 人家給你一個台階 你不下來 我跟你講2024聯合立劍逼 真的馬上要到了 但是我不要說是光軍事上的恫嚇 你知不知道 叫ECFA這種經濟上的手段 那你今天你大可以說 ECFA對我們台灣總體經濟只有兩巴 可是這兩巴是很窮苦的 是很中低層的這種企業幹部 或者是中南部的那些勞工 階層他生活所得 特別有一些中小企業影響是非常的大 你不要去拿台積電那些員工 來做平均 那我如果說跟這個張忠謀平均來講 我薪水也10億 所以問題是說 你不能拿我跟張忠謀來平均 來平均 那我現在講就是說 如果說是這個大陸來講 他現在來講 ECFA只斷了三分之一 對不對 後面還有三分之二 他一步一步來的話 我們台灣這些經濟受不了 受不了 我覺得他如果在這種狀況下去的話 不管是軍事上經濟上 我們台灣拿什麼底氣 跟中華民國 跟對岸來講的話 硬要硬槓到底 我覺得我們沒有這種底氣 不管是軍事實力或幹嘛 那現在就一昧地想說 依靠美國 可是美國是不是真的可靠 美國是不是真的把我們台灣當朋友 就像我們剛剛所講一樣 他還是純粹只是想說 借著我們台灣來消耗 這個大陸解放軍的實力 我覺得這都因為我們大家要去思考清楚 到底是誰底有不分 快點購618狂歡年中慶 全場驚喜等你來拿 您想要加值行動力維持青春美麗嗎 618年中慶 實際鹽膠原蛋白生態 買六盒就送五包 每日完勝口還定 買八盒就再加碼送 14包夢夢水飲品 絕對能讓你滿載而歸 全場消費滿千就送百 最高回饋10% 另外不限金額 消費就能以100元加購 中天文創經典商品 618狂歡節 一起來快點購 線上歡慶 享受絕佳購物體驗吧